人有缺点并不可怕 人有缺点 尤其是这个缺点还很严重的话 那么就可能招惹一些杀身之祸 封神礼中的土行孙就是这样的 他身上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土行孙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却神通广大 尤其是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顿地之术 更是让这个个子矮小的人显得很耀眼 所以申公报就把注意打到了土行孙身上 土行孙因为是居留尊的徒弟 也是原始天尊的徒孙 所以本来应该是属于西齐这边的人 可是因为申公报巧言吝啬 连虎带骗的 结果导致土行孙叛变了 叛变的土行孙偷走了师父的仙丹和捆仙绳 帮助邓九宫对抗西齐 因为邓九宫酒后失言 说是让土行孙帮助自己造日 攻下西齐 自己就会将自己的女儿邓禅御嫁给他 土行孙早就对邓禅御垂涎已久 一听邓九宫这话 立马答应了下来 邓禅御不仅是一个大美女 而且还是一个有一身豪文明的美人 土行孙知道秦腓先秦王的道理 只要捉住或者杀掉了西齐的首领 那么其他的一些小喽啰就根本不在话下了 于是土行孙便在夜里施展自己的法术 想要刺杀掉江子牙他们 可是人家江子牙这一大把年纪也不是白活的 早就算出了土行孙夜里的行动 所以江子牙非但没有被土行孙所杀掉 反而将土行孙给捉拿了 被捉拿了的土行孙自然是要被斩首示众的 可是原始天尊也就是土行孙的尸祖出现了 他派人去救了土行孙 从原始天尊的行动上来看来 他是原谅了土行孙这次的背叛 可是后来土行孙又一次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也正是这一次的错误导致了土行孙命散皇权 虽然这一次土行孙的死是别人造成的 可是如果没有这件事 说必定原始天尊也不会留土行孙 在归顺江子牙之后 土行孙也娶了邓禅玉 也给西齐立下了赫赫战功 本来土行孙有了事业和美人 这小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可是在和鱼园对战的时候 土行孙看上了鱼园的坐骑 金金五云图 看上就看上了 等把鱼园杀掉后 问江子牙要过来这个坐骑便是了 可是土行孙偏要自己三更半夜的去偷人家的坐骑 更为严重的是 土行孙竟然没有向江子牙报告自己的这次行动 便擅自出去了 结果便是土行孙被鱼园给抓住了 就在鱼园要杀掉土行孙的时候 土行孙的尸祖原始天尊又一次让人去救了土行孙 可是别看原始天尊表面上救了土行孙 其实他应该挺生气的 毕竟自己的徒孙先是叛变 后来又去偷别人的东西 还被人家给抓住了 大佬们都是要面子的 土行孙身上这个喜欢 偷偷摸摸的缺点 实在是有点跌分 估计原始天尊从于元首中救下土行孙 就是害怕这事传出去 后来土行孙被张魁给杀了 张魁杀土行孙的时候 法力高强 能够算出土孙在福的师祖 却并没有再一次出手相救 从这便能够看出来原始天尊的意思 你们觉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